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晨,我是空气先生 今天是2020年4月3日,星期五 气温是20至24度 多云,间中天晴 社交距离,四人同行 今天是第六日 机场竹馆夜总会式登酒吧照饮 卡拉OK 突然确诊揭露本港防疫漏洞 港府作稿获下午3时突然刊献要求关闭卡拉OK 在内的六类处所,为刊献后不足3小时再度刊献 清止有卡拉OK 亚着管及夜总会在昨日傍晚6时起关闭14日 美容院、汇指及按摩院可继续营业 但要遵守部分限制例如需戴口罩等 不过,试次二次罕宪风波以害得一众经营人方 网拉杂,客人亦如走难搬离场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此对试次塞云罕宪感到不好意思 有议员批评,政府防疫工作不但堕后且混乱 引起业界恐慌,痛斥连补获都不释补 政府上周六或令六类娱乐场所关闭 包括游戏机中心、健身中心及浴室等 却未有包括高危感染场所卡拉OK 早已被批评是防疫漏洞 三日后即出现拉OK染疫群组 猶豫狠刮港府一巴 为挽回面子,港府作五特罕宪 将六类场所包括卡拉OK 比容院、夜总会、麻雀管、按摩院及匯指列入 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并列明生效时间时 作五三时,美容院会指按摩院无需关闭 不过,港府在作五五时五十六分 再发出一份刊献澄清,指指有卡拉OK 麻雀管及夜总会要傍晚六时起关闭 而其余三类场所包括美容院,会指及按摩院无需关闭 但虽遵守一定限制,又列明若违反指令 最高可判罚款五万元及监禁六个月 规例于昨日下午六时起生效,为期十四天 二次罕宪野方忙拉闸离场 虽然港府就时次二次罕宪澄清,为多监受影响场所东主 不以为命令即时生效,急忙关门以免犯法 旺角有麻雀管早在下午四时前已拉闭关灯 并连忙收拾门外地毡及盆栽,管内正在打麻雀的 迫着有也吓得鸡飞狗走,被迫急急脚离开 无需关闭的美容院及按摩院,亦因事次封波而提早关门大吉 旺角多间美容院在政府刊献后陆续关闭,有店铺在门外贴上手写告示 既因应法例要求将停业十四天,也有顾客前往做美容但摸门订 陈肖始,时间赶紧不好意思 陈肖始在旁晚记者会上解释,行政会议作组才开会商讨 所以时间很赶急,对公众表示不好意思,明白大家需时准备 新措施实施初期会以劝喻的态度处理 被问及美容院进行美容程序时如何执行配戴口罩的规定 陈指条例规定服务提供者至少应确保配戴口罩 而酒吧侧受早前餐饮业限制措施规管,未纳入停业规管 但留意整体疫情,不排除作进一步措施 议员公当局连保获都做得差 立法会议员黄碧云批评政府不单止防疫工作堕后 保获工作也做得差,发布信息极之混乱,令业界无所适从 促请政府日后应检讨做法,并应领先疫情制定防疫对策 而非每次有个案爆发才追落后 另一议员葛佩帆也批评,因政府信息混乱 有美容院作关门及通知客人取消预约服务 构成不必要的困扰和经济损失 他认为政府应改善公布做法 而对于已关闭和未来可能需要关闭的场所 政府也应尽快向相关界别提供清晰的指引 补偿措施及支援方案,避免引起结业及财源潮 好,接下来这个环节是鼓歌仔 如果你猜中接下来那首歌的歌名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会今天下午在Facebook开鼓的 Jerry Talk Jerry Tal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